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他们历史上对中国队的第一例运动战舰球 赛前辟谣 给李皮一个尊重 这是一场关于心声和告别的比赛 崭新的海口舞员和体育场 来了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八名观众 合成半大型赛事的楚子秀 但国足和巴勒斯坦的这场比赛 是李皮在中国本土的告别演出 或许意识到这层意思 这几天在海口 面对球迷和银河签名的要求 李皮总是微笑着满足 媒体也非常关注 也胡国内告别战 本场比赛报名采访记者人数超过百人 银血超过了上月在苏州和南京的两场热身赛 长边的李皮很焦急 赛前新闻发布中心挤满了媒体 还有摄影记者军外总是在前排起身 引发了同行之间的口角 把台上的冯萧婷都吓了一跳 李皮本人此前在接受意大利 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足协给他提供了许业合同 但他没有接受 赛前 他也不想太多 谈及自己的未来 当被问及亚洲杯对你本人意义和在时 李皮有意必达 依附孤左右而言他的表情 国足下营认主帅会是谁 本周国外媒体都在爆料 全埃根廷国家队主教练 方宝利 讲赛世界杯后接着 但这个说法在比赛前 两个小时被中国足协辟调 足协辟调 中国足协新闻办在官方微博上说道 近日 有外媒和网络传播 中国足协预告新聘请前阿根廷主帅 方宝利 指教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的消息为假消息 挺媒体和球迷朋友们勿轻信传播 也许 一份疲疗也是给李皮的尊重 而在比赛中 中国队的三更四大三阵型主打进攻 冯潇亭开场第九分钟头球闪席 为国足取得梦幻开局 而随后巴勒斯凯利用边路进攻 多次威胁国足球门 而国足在阵地进攻中办法依旧不多 中超最佳射手无垒 也无法拿到更多机会 看着比分 李皮脸色不好 工资大幅缩减 国脚心态如何 相比李皮已经确定的未来 国脚们的未来 就没人能够说清楚了 2019三季是否会进入国字号球队 参加联赛还没有说法 但他们的收入 已经不可避免要大幅下降了 就在中国足协系姚方宝利 指教国足前一个小时 新华社屁路 中国中球协会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规程 以下简称规程 即将推出 并配套推出 2019年到2021年 职业俱乐部财务监管指标 以下简称指标 涉及注资贸新筹贸 奖金贸转会贸 冯霄亭请注锦球 新华社公布的六大措施中 最多元眼球的无疑是第三条 设置球员新筹限额新筹贸 具体措施包括 设置中超 中甲 中义志乐部新筹总额 占总支出的比例性额 2019赛季所有国内球员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薪酬待遇 按税签金额 及新的标准重新签订 所有球员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等于说新有球员收入都要大幅下降 收入少了 会不会影响国足球员在今后亚洲败上的表现 只需要好好观察 国足球员在场上拼抢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留于此前一场和土库曼斯泰比赛 因为种种原因取消 中国队被占亚洲杯的计划 其实有一次被打乱 和巴勒斯泰比赛 成为亚洲杯前最后一场热身赛 赛前 李皮也向球队强调 这是亚洲杯前最后一场正式热身赛 这场比赛的结果对球队心气提升非常重要 李皮希望球队可以延续此前对阵雪莉亚是不错的表现 我们上一次在南京的时候 在与雪莉亚的比赛中打出了非常好的表现 球员们的心态与技术配合有很大提升 所以我们希望也能够取得胜利 来提升球队信心 亚洲杯 李皮能否体面告别 我们是一个集体 而相当一部分队员将最后一次参加亚洲 非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应该铭记于心 我相信队员能取得一个满意的结果 希望每个人都为集体做出自己的贡献 亚洲杯后 李皮就能干老欢乡 但是中国足球呢 我们依旧只能曲折探索 国足首发 严倦凌逢消停 时刻 刘一铃李学鹏 于汉超 吃中国 无锡尽尽的 高连 无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